这个男人发现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头射牛 他本想找出食物的主人是谁 但不一会儿 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一大群北极狼包围了他 狼群在他的周围不断地试探 最近的距离甚至不到一米 他们可能是把他当成了偷食物的小偷 也可能只是对这只两脚兽感到好奇 男人即使心里有一万个恐惧 也只能努力保持镇静 这个男人名叫罗南 是一名摄影师 他要在寒冷的北极 拍摄北极狼群的生活 这片新罗旗部的地区 就是北极狼群的领地 慈性首领白维金正在呼唤狼群 听到呼唤声后 狼群成员全都赶了过来 很快就集合完毕 此时他们要开始捕猎了 狼群的雄性首领名叫白大一 他是孩子们的继父 负责带领成年狼捕猎 白维金负责在后面保护狼仔们的安全 很快狼群就发现了目标 那就是远处的射牛群 但一头成年射牛的体重可达一吨